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这个标准 有人可能觉得中美直接断交也许更快一些 这个事情 华春莹在最近回答记者烧带会的时候 讲这一系列的变化的时候 讲过这么一句话 大概的意思 原文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想到美国人会这么low 中国不像美国这么low 用low这种词去形容美国 大家觉得很奇怪 这个确实就是特朗普带来的变化 这届美国政府在历史上各届美国政府当中非常的特别 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 有越来越多的文章指出 就是在过去非常短的时间内 短短的三年时间 作为美国的最高领导人 特朗普带着这件美国总统朝着一个大家都没有预见到的方向 一路狂奔 这一路狂奔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或许到了一个恰当的时间 把它复盘跟盘点一下 我们看看2016年 出人意料的黑马特朗普击败了这个西亚里克林顿之后 他是怎么样带领美国往前走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中美关系当中发生了一些什么 我们稍微捋一下 17年 目前看起来 我们回想起来 2017年特朗普刚上台 宣誓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 大家觉得 尽管他的慎选很意外 但大家仍然有一个预期 预期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传统上认为 美国有这样一种传统 就是选举归选举 执政归执政 这个人选上了以后呢 很快就会纳入到一个正常的轨道当中去 一开始大家发现这个情况有点不对呢 就是他觉得白宫里面进了一批人 这批人作为白宫的核心幕僚 不管是当时作为白宫的战略顾问 首席战略顾问 这个Steve Bannon也好 作为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贸易政策顾问 Navalo也好 大家都觉得这些人好像挺奇怪的 那挺奇怪的 就是这些人的资质 他的观点和各方面的想法 似乎都和大家预期的不太匹配 后来人们发现呢 就是在特朗普政府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一直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和在他竞选过程当中 不待见他的所谓建制派 传统意义上美国的精英人物 包括美国的一些比较老牌的 主流的质量比较高的智库 这个关系基本上一直没怎么修复 就这些人在选举的时候 没有看好特朗普 而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后 也没有待见这批人 就任用了一批比较边缘化 甚至直白地说 在相关问题的研究当中 在美国其实是不入流的人物 成为了他的核心团队成员 其中最经典的代表 就是贸易政策顾问 拿瓦罗 这个人基本上是不懂现代贸易的 大家可以把他理解为什么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那种古板的 过时的 本质上已经被这个世界所淘汰 但又喋喋不休的 认为这个世界发展错了 沿着错误的方向在前进 只有他才知道唯一正确的方向 然后希望大家把他拗回去 跟着这么去做的这么一个人 在拿瓦罗这个事情上面 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 就是当他入主白宫以后 他的办公室要招实习生 原先这是个趋之若鹜的机会 就是说到白宫里面去实习 就相当于中国这边有消息说 中南海里面某个办公室招实习生 那这个肯定是最优秀的人 都会冲过去嘛 但是拿瓦罗招了俩礼拜 硬是没招满 就大家不想去 就不想跟他共事 就即使在白宫里面 跟这老头共事 都是一个很让人绝望的事 那质量非常差 那不管怎么说呢 2017年的中美关系 现在回想起来 可能是川普任内 大家中美关系最好的一年 尽管他当时已经表现出了一些跳脱 和一些这个让人觉得惊讶的变化 比如说他在这个正式的上选 胜选之后宣誓之前 跟中国台湾地区的这个领导人通了个电话 这件事情惹得我们非常不爽 这是非常破天荒的这么一个举措 我们仍然试图表现出一种比较好的这种沟通 包括我们来安排了这个特朗普到中国的这个访问 这个访问当中我们给了他极高的礼遇 他在紫禁城晚上参观了紫禁城 然后看了晚宴的这个内容 然后到了18年19年 中美关系的主题就是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摩擦很明显就会发现 就是特朗普政府表现出了一种 就是所谓对中国极限施压的这么一个举措 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定位 或者是对华战略的这个政策究竟是什么 当时他已经把中国定位为一个竞争对手 把中国定位为一个试图谋求改变现状的国家 挑战美国霸权优势的国家 而特朗普的选择是试图以增加关税的方式 迫使中国做出全面的深刻的结构性的让步 当然中间这个过程我们不去细讲 因为几乎所有的观众可能都是这个过程的这样一个亲历者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请大家记住这样一个点 这个点是什么 就是美方在这一时期表现出了非常清晰的 叫漫天要价落地还钱 并且偏好在边缘地区采取边缘性压迫政策 实施战略和战术层面的投机行动的偏好 你对他表示善意 你对他表示良好的意愿 所有这些善意和良好的意愿 美方他的做法是 第一 照单全收 第二 该出的要价 该有的极限让步 继续保持寸步不让 为什么要记住这个特点呢 因为随着中美战略博弈 我们一直讲 中美战略博弈是一个持久战 马拉松 它会长期化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多的人 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 他在意志上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误的认知 他的主观意图非常善良 他认为中美关系不能这样强硬下去 不能这样僵持下去 然后他认为怎么样呢 中方要采取主动 而这种主动是什么呢 他认为中方要采取主动呢 又不能变得主动向美方表示强硬 也就是说 中方要非对称的 在中美关系当中 更加为中美关系的大局跟长远考虑 你说为中美关系的大局跟长远考虑 这个想法对不对 这是对的 从利益关系 相互之间的这个需求 以及客观实际来说 中美关系表现一种良好的状态 是不是对中美双方都有意 正确 但是 当你对上这么一届美国政府的时候 中方一定要记住 这也是特朗普政府 在第一任期内给中国留下的第一个值得记取的深刻的教训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求取团结 是为了实现中美双方的双赢 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发展 但是永远不要害怕斗争二字 要把斗争 合作 协调 竞争 持续 共同存在 当成一种新的常态 第二 在整个18年到19年 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中美之间 现在双方的实力差距 正在急速的缩小 而这种缩小 主要取决于中方内身的要素 对于中美关系来说 在特朗普政府任内 我们应该得到的第二个经验是什么呢 中方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 我们必须老老实实的补上所有的短板 就是我们不能在某些关键领域有一个空白 如果这个领域是一片空白 那么美方一定会在这个领域用尽自己全部的力量 获得比较优势 在这方面要提三家企业 第一家叫联想 第二家叫中芯 第三家叫华为 你会发现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当中 有一大堆中国企业 包括中国的研究机构 上了美国的黑名单 成为了美国制裁的对象 这些上榜的企业 共同特点是什么 共同特点就是 它基本上在自有技术的基础上 靠自主性的发展 在某一个方面 构成了对美国的竞争 威胁和挑战 然后美国的策略 是对他们进行制裁 而刚才所举的三家企业 从中国方面来说 我说的更直白一点 大致上相当于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甚至是1949年 甚至往前推 1840年开始 中国被动卷入全球化进程以来 三条代表性的路线 一条路线就是 无条件的合作 并且严格遵循比较优势 形成显著的路径依赖 从这条路线出发 中国就会变成什么 中国就会变成字面意义上的 不是世界工厂 是世界组装厂 就你只负责组装 你为什么只负责组装呢 因为你就发挥你的劳动力比较优势 你就出人工 你也就赚个人工 然后呢 大进大出 原料零件上游的东西 全部进口 形成的产品 全部出口 你在中间就组装 捣鼓一下 收一个人工费 所以其中有一家企业 它每年的利润率 大体上也就是1%左右 这个1%就是赚个辛苦钱 他也申请一堆专利 这堆专利相当部分超过 大多数是什么 外观专利 一样要专利 一样有知识产权 但这种东西也就是个外观 你就长得漂亮 这种东西 美国单不担心 不担心 丝毫不担心 美国人只会想着 歧视你的时候 又歧视你一把 比如说即使你总部搬到美国去了 你在美国那生产出来的东西 美国人一句话 政府部门不许采购 你一样被排除在外面 并且你半点脾气都没有 那这个时候就是变成个面团 第二家企业 就是对于全球化 第二条路线是什么呢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当一部分 中国温和理性 或者说具有一定知识水准的那些人 他对于世界的看法 就是对于西方无条件的信任跟信赖 有人认为 只要遵着西方画出的游戏规则 只要遵循着西方给出的跑道 我顺着这一条道上去 我即使能够超过你 我只要是公平竞赛符合游戏规则 根据费恶破赖的这种精神 西方人会给予你尊重承认地 但是他们有料到的是 当他真的跑得非常好 根据西方的游戏规则 他快要赶上并且超过的时候 西方人一把就掐住你的脖子 按一下 然后就把你给按掉 2018年吧 美国把某家企业放进实体清单 差不多不到一周时间 崩了 然后全盘接受所有条件 没有谈判的余地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逼计划 因为你没有反抗之力 因为你无条件地信任了 整个这个体系 所制定的游戏规则 并且是在字面意思上信任了它 再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这中国有句老话 防人之心不可无 害人之心不可有 结果你没有防人之心 对方毫不犹豫地把你当成一个竞争对手给处置了 事实上在这方面 我们看美国和欧洲的关系 你就知道 欧美发达国家一向是信奉什么亲兄弟名算账 以美国跟欧洲的关系 当欧洲的企业在关键领域冲击跟挑战了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的时候 美国政府出手 美国企业出手的时候 无所不用其极 无所不用其极 但这方面就不得不提到了第三家企业就是华为 华为到目前为止 创下了一个奇迹 什么奇迹 就基本上凭借这家公司自己的战略能力 包括在供应链和产业链上的预制 在研发上的领先 让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 在遵守自身游戏规则限制的情况下 对它没有任何办法 有人说不对 华为现在被卡住了 到9月份 9月14号时 美国如果不放松对华为的禁令 华为就很快就没有芯片可以用了 为什么 因为它有芯片设计能力 它没有芯片制造能力 没错 但是请要记住 美国的这条禁令是突破它自己的法律的 什么法律 就是美国的出口管制法 如果我们遵循法匠主义的精神而言 在字面意思上 它从来没有规定过 就是任何一家企业 只要用了美国技术的产品 就不许跟那家公司做生意 它没有这条规定的 它只有规定什么 它有两个坎儿 一个是25% 一个是10% 它有技术含量的比例 它只要不放弃这个比例原则 它还敢说25% 华为就根本无感 它要说10% 华为能继续撑下去 它现在只能自己把脸扔在地上 践踏它自己制定的法治游戏规则 我就是要弄死你华为 用这种方式来做 才有可能掐死它 一家企业能够把美国政府逼到这个份上 这就是中国崛起背后的内生动力所具有的实力 实话说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出手呢 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还没有 然后后面我们还可以看 看什么 看美国真正能够落地的有多少 在这边甚至有理由保持非常谨慎的乐观 非常非常谨慎的乐观 大家可以走着瞧 为什么 因为你有实力 第三个经验教训就是实力非常重要 第二个叫做不能无条件的信任 要学会以斗争求和平 第二 实力是一切的关键 什么叫实力 实力首先是硬实力 什么叫硬实力 就拿技术产业和国家这个层面来说 就是有些东西你一定要有 在国家层面 你没核武器行吗 不行 从大国这个层面来说 49年以后 中国在自己经济上最困难的那段时间 在60年代突破了核武器 最终就稳了什么 就稳固了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这个位置 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性的 我可以称之为巧合 但是这个巧合背后是有必然性的 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 只有五个国家可以合法的拥有核武器 而这五个国家恰巧又都是安理会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 这五个常任理事国所在的联合国安理会 又恰巧是这个星球上目前唯一可以做出有约束力决议的政府兼国际组织 他甚至可以授权国家使用武力 而这五个常任理事国又都拥有一票否决权 他可以确保这个武力的使用对象 如果这五个常任理事国不想他使用 他就使用不了 他或者就没有办法获得合法使用的这个招牌 更不要说反对常任理事国本身 这就叫做实力 大家在新闻里面看到的 中国现在像下饺子一样的造军舰 我们的航母训练平台 第一艘国产平台 第二艘平台正在那建造的 一点点在往下摔 这也叫做实力 什么叫做实力 实力就是当美国的舰艇跟飞机 得到你家门口在你的临海外 注意在临海外它是合法可以飞的 做它的横行霸道的航行自由的时候 你有足够的飞机船去把它赶走 首先得有数量 这个船还得足够大 包括在钓鱼岛在南海 我们有足够多的船 去让当地变得四平八稳 这就叫做实力 在技术上的实力是什么 关键的至关重要的前沿技术 有没有 能不能自己生产 生产出来成本是多少 是另外一回事 但凡你能生产了 你就会发现 国际上的供应和采购环境 就对你变得非常友善 该降价降价 该便宜便宜 该卖就给你卖 光刻机上面大家都知道 现在整天一说光刻机 阿斯曼尔到处拿撬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没有突破 有人说你这辈子突破不了 我不用突破的跟阿斯曼尔一模一样 我实实在在的 让我的光刻机 能够自己进行量化的生产 你看阿斯曼尔怎么办 它一定会降价 它一定会改变策略 你面临的态势就会改变 这个就叫做硬实力 第二个实力的方面是什么 第二个实力的方面叫做抑制 什么叫做抑制 你敢不敢用 敢不敢跟美国人拍桌子 当他嗓门响的时候 你敢不敢跟他一样嗓门响 当他在那边不讲道理的时候 你敢不敢跟他当面讲道理 你敢不敢跟他也不讲道理 你敢不敢跟他玩 小鸡博弈的游戏 他的船过来抵近侦察 你敢不敢驱离 这个叫做抑制 抑制是要在较量中加以体现的 你如果永远非常讲道理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君子可以欺之以方 小人就会利用君子的讲道理 用讲道理的方式让你没有道理可以讲 本质上就是这样 这就是大国的战略博弈 58年炮击金们 美军护航 1958年这个中美之间的军事实力 不用讲啊 打不打 打 但是策略上非常聪明 先打谁 先打蒋介 然后呢 看美国人反应在动 结果我们打了 打了以后美国人什么反应 走了 那就这么回事了 你也就是糊糊 我揍了你还是要走 那你不想跟我打 那我也不想跟你打 那我们就打不起来 这叫做意志 意志是什么 不要怕 不要怕 未战先怂 未战先阙 这个事情就没法玩 包括在处理周边 边境冲突也一样 越境挑衅的 我们不会主动 我们会给 我们会讲道理 我们会很认真的讲道理 讲到后来你不讲道理 我就收拾你一顿 收拾你一顿 收拾平了 包括之前 你看今年曾经有过的 边境地区 有一些周边国家 对吧 又想浅进啊 骚扰啊 一顿暴揍打回去了 打回去了 又是调兵啊 又是集结啊 现在呢 就这么回事了 所以是意志 第三个是什么 方法 方法 怎么样出牌 按照什么顺序出牌 分寸和火候 怎么拿捏 怎么让步 怎么看穿 对方的表示 在跟特朗普政府 打架的时候 有一点特别重要 就是什么 你怎么看懂 特朗普的这个做法 他究竟是在往前攻呢 还是在让步 这点非常重要 他讲的那本 交易的艺术里面 要记住这条 这个老兄看上去 他永远在进攻 但这个老兄 有的时候有一个花招 他会做什么 他会在进攻的时候 他会用一种 进攻的方式撤退 比如说进攻的方式 怎么撤退 比如说有一阵子 就最近吧 也是引发 各方关注这个消息 他突然间吼了一句 第二阶段协议 我不指望了 大家很多人瑟瑟发动 他不跟我们谈协议了 怎么样怎么样 麻烦你问一下 中美之间 第一阶段协议是什么 第二阶段协议是什么 我说句不好听的 第一阶段协议 就是中方可以让 能够让 应该让 都让完了 能够解决的问题 在第一阶段协议里面 都已经解决了 第二阶段协议 或者说第一阶段协议 没有解决的 没有碰的 我们不想让的 我们不能让的 我们不可以让的东西 然后特朗普说 第二阶段协议 我不解决了 我不谋求第二阶段协议 中美关系反正很不好 放了一大堆狠话 他是在向中国逼过来吗 不是 他放软荡走了 但是面子上很嚣张 这个就叫做方法 这个就叫做方法 这种方法我们要学习 为什么要学习 因为这个跟中国古代 这个儒家传统文化 技术上形成的 一个人做人要表理一致 严信一致 这些指导原则都是不一样的 他更像马基亚维利 在那种 表现穿着厚黑的帝王心术 撒个黄啊 偷个窃啊 抢个结啊 那个蓬佩奥不是说了吗 那啥啥啥 都是美德嘛 就跟这种方法更相关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是要关注 然后18年19年 中美贸易摩擦 到最后 仍然是以达成 第一阶段协议 为结束的 为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告诉我们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如何理解 当下的中美关系 今天的中美关系 是结构性的相互嵌套的 甚至是结构性的 深度嵌套的一种关系 也就是美国人讲的 复合相互依存 这是由全球化的生产方式 是经济的全球一体化 客观上所决定的东西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美国 它经常炒作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 现在被一批中国人拿过来 继续接受炒作 它叫脱钩 这个东西呢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 一种美好的想象 一种美好的愿望 我们叫脱钩 脱钩的意思就是 它认为 今天中美两国之间 有一个清晰的连接处 这个连接处 我一刀砍下去 大家一分为二 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去 这套理念最早 就是那个不入流的经济学家 纳巴罗 想出来 他那个逻辑超简单 听着也很强大 其实根本是在鬼扯 他的逻辑是什么 他逻辑是这样 中美之间相互依赖 中国有求于美国 超过美国有求于中国 美国就可以对中国 一去一去 提出任何要求 中国就应该答应 中国不答应 美国怎么办 不跟你玩了 脱钩 脱钩了以后呢 他后面是有潜台词的 这个潜台词 是不会告诉你的 二潜台词是什么 中国是非常脆弱的 一旦脱钩 中国就死了 很快就死了 所以当美国把这个 脱钩的牌一打 中国他认为 就只有两个结局 第一个结局是什么 脱 接了 接了以后死 死了以后怎么办呢 美国人再进来 通过脱钩 再跟你挂钩 挂钩以后 形成一个完全一边倒的关系 获得更大的利益 就像各位 你们上这个初中的 政治经济学的课 他告诉你资本主义买 是为了卖 他最终是为了把东西卖出去 赚取更多的利润 或者说是剩余价值 但他会买东西 一样的 美国人脱钩是为了跟你联系 他是为了脱钩以后 获得更加有益的收益 另一方面 你不跟我脱钩 你怕脱钩对吧 行啊 那我就漫天要价 你为了不跟我脱钩 你就会接受我的一切条件 就是我连脱钩的那个成本 都不用承受 我就可以得到所有的东西 在挂钩的状态下 用脱钩作为威胁 获得更加有利的谈判态势 从而从中国获得更多的收益 也就是说脱钩在美国 根本就是用来吓唬人的一个筹码 它在现实中是不可行的 为什么 今天中美之间的是 结构性相互依存 中美之间的生产过程 美国的资本 在全球范围获得剩余价值的过程 离开了中国就玩不转 除非美国证明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什么意思呢 就是美国的政府可以无条件的控制美国资本的所有的投资行为和商业经营活动 这点成立吗 这点不成立的 所以未来 不要怕美国讲脱钩的事 在中国自己这块 关于脱钩的问题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把脱钩跟另外一个问题分开 什么问题分开 中国在某些领域 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 仍然有很多发展的空白区 有一些短板 有一些弱项 这些东西要补权补齐补强 这个跟脱钩不矛盾的 这跟脱钩不矛盾的 就是说我们不接纳美国脱钩的这个说法 跟我们要去把这东西搞定 这两者是不矛盾的 同时对中国来说 在中美的贸易摩擦 整个这2018年到2019年的过程当中 最后一个需要汲取的经验是什么 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改革开放 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 深化和完善自身的治理能力 美国为什么拿中国没办法 为什么它对中国实际上的贸易限制措施 对中国基本无效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中国发展的动力是内生的 我们源自于对自身的变革 而这种内生的动力 美国人除非冲过来跟我们打一仗 否则它停不掉 除非我们自己放弃 否则它也停不掉 然后呢 美国现在对我们投鼠忌器 除了使用军事力量之外 很少有干净利落的办法 能够对中国产生影响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虽然我们跟美国的实力相差很远 就是用拳击力的比喻 就是我们属于那种 个子比较矮的拳手 美国人属于那种 个子比较高的拳手 双方在打拳击的时候 对个子矮的人来说 最有力的战术是什么 缠斗 我跟他抱在一起 而不说拉开距离 拉开距离 对方用手拳给你打次拳 一拳先把打 打得比青链中 你够不着它 但双方抱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 今天对于美国的 今天对于美国来说 在对上中国这样一个对手 相比较对付苏联这个对手的时候 美国最痛苦的一点就在于 它最强悍的霸权工具 发挥不了作用 美国人最强悍的霸权工具 三样 第一 技术 第二 金融 第三 军事 技术跟金融这两项成为美国霸权的工具 就是它能够给美国带来持续不断的利润 使它的经济持续不断的上升 向前发展 而今天通过改革开放 通过拥抱全球化的市场 中国 是美国的技术跟金融 转化为收益的关键 绕不开 撇不掉 斩不断 军事 不好意思 说了 没有赢家 他看了中国 干着急 于是怎么办 大力的转向意识形态化 好 19年以后 当然 各位当然时间很快了 现在是 这期出来的时候 估计大概还是 8月份吧 大家回想一下 2019年12月份 过完圣诞 没过元旦 那个时候 过春节前 我们想象着 2020年的国际关系 世界和中国是怎样的 然后大家再想一想 从2020年的春节 从这个湖北 然后到中国 然后到全球 经历的这一系列的这个事情 想一想 这个新冠疫情 在全球的这个扩散跟蔓延 尤其是在美国 这个数字变化以后 整个国际关系带来的变化 没有人能想到 这场疫情是一场 是一个标准的黑天鹅事件 但是2020年的这个黑天鹅事件 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是什么 就中国跟美国突然之间 面临一个极限测试 这是一场危机 同时 对于中美两国来说 又是一个 以危机为表现形式的 竞争性的战略机遇 什么叫以危机为表现形式的 竞争性的战略机遇 对中美这两国家分别来说 这个危机 检验你的治理能力 谁先闯过去 闯不过去怎么办 不好意思 死啊 这个危机闯不过去 你会死的 因为你的老百姓会得病 得病的人数会来越多 然后死亡的人数会来越多 随着得病跟死亡的人数 越来越多 你这个社会会动荡 动荡了以后 大家会从这个治理无效当中 去考虑什么 去考虑这个政府制政 合法性的问题 那如果闯过去了呢 闯过去了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 甚至是在新的国 全球化的进程 新的国际体系当中 这个率先闯过去 并且为其他国家 同样战胜这种困难 闯过去 树立榜样 提供贡献 进行引导 甚至组织协调的国家 就会当人无愧的成为 新的领导国家 不是霸权 但是是领导者 那对中美关系的考验 是什么呢 如果中美双方能够合作 中美关系可以提前进入一个 更加良性跟健康的新阶段 至于现在跑得怎么样 不好意思 中方显著领先 我们控制住了疫情 我们率先在第二季度 实现了经济的正正涨 同时更加重要的 从我们的领导人 到我们的研究团队 到全体中国人民 正在不遗余力地 用自己的方法 为全球战胜新冠疫情 做出自己不可替代 和磨灭的贡献 美国在干什么 在冥冥中 他们喜欢把特朗普 称之为上帝的天选之子 目前看起来 这个 好像天选之子从上帝那领了份作业 交的不怎么样 甚至可能因此就要被F掉了 他没有能够成功的 有效的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和挑战 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这个致命的错误 表现在什么地方 美国用世界上不到5%的人口 贡献了超过30%的确诊病例 和超过30%的死亡病例 大家去看美国的曲线 这条曲线 先是一条非常标准的指数线 然后缓缓地下降 缓缓地下降到他突然间迫不及 又进行经济开放的时候 又急速地上升 然后从此一去不回头 现在美国 特朗普政府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全世界煽风点火 每天扔出一个话题 确保什么 确保大家不要把眼睛 看在那个像死亡时钟一样 滴答作响的新冠疫情的 累积死亡人数 新冠疫情的累积确诊病例 新冠疫情现在在美国 传了100多天 不到200天 在这200天里面 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不到14万人死了 13万多 13万多是什么概念呢 仅次于美国的南北战争 死了40多万 以及美国参加的二战 死了20几万 已经超过了一战 越南战争 阿富汗战争 更不要提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 这些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政府表现出的就是 这阶政府 它的治理能力不行 有人经常讲 美国的政治是 2%的精英 带着98%的傻瓜 美国老百姓 不都是傻瓜 再傻的人 你在生和死这个问题上 脑子还是会很清楚的 大家如果看 2019年 美国国内 每一届 包括网民 对新冠 这个治理能力的这个看法 你就会发现 在死亡人数不到10万之前呢 他们基本上 接受美国政府甩锅的说法 就是怪中国 为什么 说穿了 美国老百姓感觉也不大 死就死吧 而且呢 就这么点人嘛 每年流感还死很多人 这东西没有比流感杀的人更多 死过10万 是一个心理关口 为什么 因为 1964年到1975年的 越南战争 战场上死了5万8 回国以后10年 又死了5万8 5万8千人在美国国内自杀 历史上春智为越战阴影 20年死了10万人 结果 你100多天 比20年的7000多天死的人 都已经差不多甚至追平 老百姓心里面咯噔一下 哎 哪里不对 超过10万人以后 大家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死亡人数 一点点往上爬 丝毫没有下降的趋势 即使下降过之后 他会发现 这个有限的下降 提出的经济成本太高 或者说 更直白的讲 他们发现美国的这届政府 只能在两个非常尴尬的情况下 进行选择 一个选择是什么呢 不停的死人 经济呢 形式上保持正常 事实上当死人死到一定程度之后 经济还是会出现问题 另一种呢 lockdown 一下子封锁 封锁 他有这个经济咔嚓一下 断崖式的往下走 新冠疫情得到有限的控制 但是封锁活动 增加社交距离之后 老百姓的生计问题解决不了 然后呢 你就重开 重开以后 带病重开 病一下子飙上去 到最后 很可能是鸡飞蛋打 而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这些政府 缺乏治理能力 什么叫缺乏治理能力 就是没有继续执政的资格 在2020年 没有什么 比特朗普政府 不具备继续治理美国的能力 这个印象 更具政治上的冲击和破坏性 有人说美国老百姓不在乎生死 假的 他只是没有办法 在生死这个问题上 公开表现出来 但他的情绪是存在的 而这种负面情绪 根据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都知道 他一定要找一个地方发泄出来 果不其然 2020年我们就看到了一起 偶发性的警察粗暴执法事件 引爆了这种情绪 这就是贵沙弗洛伊德事件 在美国所诱发的种族暴力跟冲突 实话说 弄死非洲裔美国人弗洛伊德这事 在美国常不常见 你查一下美国警察的执法记录 每年 哪年不得有好几期啊 但为什么这一起那么大的刺激 搞得这么大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新冠疫情诱发的负面情绪 在这边得到了集中的宣泄跟爆发 为什么要在这儿集中宣泄跟爆发呢 如果是因为抗击新冠疫情不行 进行爆发的话 美国老百姓要担上一个怕死的名声 在那个文化氛围当中 怕死不是个美德 但是反种族歧视是一个政治正当性的东西 待这个政治正当性之后 负面情绪进行共振 共鸣和诱发 是非常正常的 而当非洲裔美国人走上街头 进行暴乱的时候 人们发现 特朗普政府不擅长治理的这个问题 又一次得到了体现 特朗普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 表现出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 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 特朗普政府极其擅长选举 进行煽动性的操纵 但是他不擅长治理 他不擅长平息问题 他现在所有的诉求 全部集中到美国他的铁盘 他的所谓红脖子铁盘的这个问题上 在那支撑 那么这段中美关系受什么影响 2020年的中美关系 曾经有一度剑拔弩杖 大家相信在很多问题上 南海啊香港啊 新疆啊各种各样的涉藏涉疆 这些问题上面 闹得不可开交 但是请大家关注这么一个节点 就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 和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 在檀香山的会晤 这个檀香山会晤有什么特点 如果我的观察没有发生错误的话 在这个檀香山会晤之后 双方达成了某种事实上的默契 这个默契是什么呢 双方形成了一条底线 这条底线就是 中方坚持承诺执行和兑现第一阶段 这个中美贸易协定 美方对中国的施压 从实体层面转向意志和心理的层面 出现了非常显著的意识形态化转向 这个意识形态化转向 集中表现在什么地方 集中表现在刚才在一开始讲到的那个问题 就是美方开始通过宣传 通过煽动性的语言 把斗争的目标 转向他所认为的共产党 这是第一 第二 美国开始在南海 展开大规模的肌肉演示行动 双航母编队像不要钱一样的派过来 派过来干嘛呢 做演练 演练什么呢 演练航行自由 这个航行自由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们在那儿 大自然鬼斧神工所形成的那个岛礁 会不会因此受影响 岛礁本身不会受任何影响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他给了我们将岛礁进一步要塞化的理由 为什么 你威胁我的安全 你的飞机你敢过 你敢进我们的领空吗 领空就把你坐下来 抵近侦察 可以驱逐出去 双方形成一种常态化的演示 在这个演示当中形成新的军衡 第二个点是什么 第二个点你会发现 美国呼朋引伴 希望美国的小伙伴们 为他火中取栗 到南海 你们这些人上去跟中国打 什么绳索啦 这个啦 那个啦 我在干嘛 我在背后精神上支持你们 政治上支持你们 你们缺乏道义上的支持 我这边的讲话和口水随时随地给 不受任何限制 那小伙伴傻吗 不傻脑子很清楚啊 然后到欧洲 什么清洁5G网络 什么 大家看这个什么 像英国人说 你看都 英国人把华为给提出去了吧 法国人把华为给提出去了吧 他就 这是我的取代的成功 但是呢 这里面呢 又暗藏玄机 看过yes minister人都知道 哈佛里爵士 在面对哈克大臣 这个提出的各项方案的时候 他都会提出一个详尽的行动计划 等到这个行动计划执行的时候 你会发现执行到最后 通常都是没有时间的 他没有充复的时间去进行执行 英国提出那个计划 目前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说到2027年 要把所有的华为的5G设备 从电信网络当中移出 各位2027年是什么概念 即使特朗普总统 能够成功赢得2020年的连任 2024年 他都已经下台了 你觉得 英国政府真的那么有诚信 2027年会全部拆光吗 特朗普不在台上的时候 那就是给个交代了 那就是给个交代了 美国人清不清楚 美国人自己也是清楚的 他也就是面子上有个意思 至于什么干净5G网络 什么叫干净5G网络 就是美国政府说的 不许用华为就叫干净网络 不用什么用谁呢 用诺基亚的用安利信的 你填得上那个坑吗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总体而言 对于从2017年 特朗普宣誓就职美国总统 到2020年 现在这个录视频的时候 是7月份 7月中下军 中美关系的整个发展的总结 这样一个 不是总结 回顾 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点 第一 中美关系确实在下行 它出现了非常强烈的下行的态势 这个下行是相比什么而言 相比大家认定的 1979年到2016年的中美关系而言 在整个中美关系 从1949年开始 现在的这个所谓下行 如果你放在1949年以来的 中美关系的这个框架下看 它是中美关系 所谓好好坏坏 当成一个非常正常的下行 并且实话实说 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觉得 中美关系下行的厉害 与其说是 中美关系真的往下走了很多 不如说是 我们衡量和希望 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标准 持续提升 以及我们对中美关系之间 出现摩擦 缺少心理准备和思想建设 所导致的一种 认知上的冲击 也就是说 它只是看上去倒得厉害 其实也就那样 其实也就那样 第二 知道有很多人 有些学者 创造了一些词汇 来形容这种下行 其中有个很下着的词汇 自由落体式的下降 中美关系 从来不会出现 自由落体式的下降 自由落体式的下降 十米的高度 一秒多 框架就掉地上了 你现在掉哪儿去了 深不见底 坠向深渊 想象 想象 很多时候这代表了某种认知 其实中美关系 整体上的变化 包括它的恶化 我说的直白一点 都处在精准和严密的控制之下 这个跟大多数人是想不一样的 双方的战略决策层 不会放任中美关系 自由落体的下降 因为没有人承受得起这种代价 包括美国自己 所以我们不要对此过度担心 我认为中美关系现在正在一个标准的磨合期 这个磨合期是什么导致的 中美双方的实力 认知都发生了变化 并且出现了各种复合性的不匹配所导致的 但是中美关系始终是有约束边界和条件 大家不用太担心 基础性的经济规律 永远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会发挥作用 像核武器 像硬的军事实力 像中美之间的正常的信息沟通机制 不会因为出了一个脑子有点偏执的 或者若干个脑子有点偏执的 边缘性的甚至不入了论人 进入到了美国的决策层 就对此产生重大的破坏 它是会被校正的 在执行过程中一定是会被校正的 在执行过程中或者被体制所校正 或者被事实所校正 这个东西已经被历史证明过很多次了 第三 中美关系的未来 中美关系的未来一定不同于我们以往的所有认知 但是中美关系的未来一定是既充满竞争又充满合作的 这相当于一句没用的废话 我把它称之为叫做具备自稳定性质的竞争性合作 就是最终的基调式合作 但是有很强的竞争 但它有某种自稳定性 什么叫自稳定性 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 这个陀螺你怎么拍它敲它 它始终是立在那 它会倒 倒了一定程度之后 它会扭回来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双牵涉到太多的利害关系 有太多客观的利益放在那 它的客观属性和内生的规律都要求回到一条新的稳定轨道上来 这条新的稳定轨道上来怎么弄 中美关系应该是什么 首先双方尊重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 就第一条相互尊重 第二 对等 对等关注对方的核心的关切 第三 相向而行 建设性 我们要承认有分歧 我们不要试图中美之间好的可以穿一条裤子 我们也不要试图消除这种分歧 但是我们要把它置于可以被良性管控的范围之内 我们对它进行积极有效的管理 通过我们实力的变化 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推动中美关系 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你们一直让我讲长一点 我这期就讲长一点 好吧 我们下期继续 谢谢 关锡 我们下期继续 Twix Mariti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